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我去我州三个女人被人禁锢了接近十年 近日就在克里夫兰一间屋找回 被囚禁的人质部分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即是一种受害者对加害他们的人产生的情感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 大约有百分之二十七的人质会表现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症状 其中女性就比较大些机会 有专家说过人要在特定条件之下 才会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首先人质要切实相信生命受到威胁 而挟持他们的人会对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另外兇徒会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 以及人质会觉得无路可逃 幻想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人 最先面对突如其来的威胁和威吓 会感到恐惧 他们的身心会在不安的环境当中 感觉到受到威胁 产生惊的感觉 但随着与挟持者长期相处 自己也未受到直接的伤害 并且认为对方这样做是迫不得已 最后人质会帮助挟持者 会予以配合掩护甚至一起逃亡 长期被禁锢的案件过去都发生过不少 专家说大约三分之一被绑架或虐待过的儿童 心理会受到困扰 很多人都会出现创伤性的压力问题和意志消沉 有研究发现大约八成受害者治疗三至四个月之后 情绪才会有明显的改善 怎样可以帮到受害人 有过来人就提出了一些意见 1991年 杜加尔德11岁的时候在加州失踪 被禁锢了18年 当时他已经为禁锢他的男人加利多生了两个女儿 多年来他都被困在后院的帐篷 现年33岁的杜加尔德已经和家人团聚 又在两年前出书讲回自己的遭遇 今次俄去俄州事件之后 他就发声明和外界说受害者需要机会康复 以及与世界恢复联系 激励受害人不要因为受过折磨就规限自己 而且绝对不可以放弃希望 要求外界给空间尊重三个受害者私隐的 还有犹他州的司马特 他在02年只有14岁的时候 就被人冲入房绑架 9个月之后获救 现在已经结婚的他 在由他命名的基金会做总裁 为失踪和受约的儿童发声 今集的新闻支付说到这里